聪明的女人不撩男人,却能让她更心动。 有些人主张女人去主动追求自己喜欢的男人, 并抛出这句我们听了无数遍的话, 女追男隔成杀,这也让越来越多的女人 相信自己幸福是靠争取得来的。 但在真正实践过后,成功的几率并不是百分之百, 甚至有时当你主动后,得到的只是伤痕累累, 面对你对她的爱,她不接受也不拒绝, 任由你这样耗着,直到你累了为止。 与其这样不如尽心等待那个属于自己的人, 你要知道一个男人如果是不喜欢你的, 那么即使你倒追也很难取得成功。 与其用最老套的办法去引起她的注意, 不如去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 让她看到你身上的光芒,并主动地来找你。 聪明的女人才不会永远站在自己喜欢的那个人后面仰慕她, 让自己扮演很低很低的那个角色, 想让一个男人对你动心,不要去主动撩她, 而是这样做。 学会与她保持距离, 人们常说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其实人都是这样的, 在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 就会觉得她充满了神秘色彩, 想要知道她每天都在做些什么, 而当你主动找她聊天的时候, 对她来说就是一个被动了解的过程, 她想知道你的全部都告诉她了, 她当然对你提不起什么兴趣。 若是想要抓住她的心, 不能总是有目的性地去靠近她, 而是要学会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 有些问题她没有问你, 你最好不要告诉她, 她不与你主动聊天, 也不要过于频繁给她发消息, 你与她之间的距离感, 会让你在她心里有种神秘感, 逐渐的她就会越来越想去靠近你, 想知道你内心深处的想法, 这样一来要比你主动去撩她, 收到的效果好很多。 在彼此互相了解的日志里, 她也更可能会对你动心, 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动摇, 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观点, 对于别人的想法, 不能轻易地听之信之, 不然你很可能就会成为被别人摆布的木偶, 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 有可能别人跟你说, 喜欢一个人你就要勇敢地去追, 不然你早晚会后悔的, 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于是就去做了, 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太听信别人的话, 难道你认为你喜欢的那个人, 会被没立场, 没思想的你所心意吗? 即使你再怎么主动去表达你对她的好感, 她也并不一定会喜欢你, 所以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不要总想着去听别人的意见, 先问问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 哪怕听了其他人的意见, 也要坚持己见不动摇, 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去喜欢一个人, 才能得到那个人的心, 培养自己喜欢并散藏的兴趣爱好, 什么样的女人更容易让男人动心, 当然是善发着个人魅力, 女人更容易得到男人的青睐, 可能你也曾经否定过自己, 也总是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我对她已经这么上心了, 她还是无动于衷, 仔细想想你身上真的有能让她喜欢你的点吗? 欢乐送礼的官居儿, 除了是个听话的孩子外, 工作努力认真以外, 真的没有其他吸引人的点了, 所以当身边的朋友都在谈恋爱的时候, 她还是一个人, 但她并没有去主动向男人示好, 而是开始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一向乖巧的她想要改变自己, 所以抱了肚皮舞的舞蹈班, 通过跳舞, 她变得越来越自信, 最后还收获了一段爱情, 想得到男人的心, 并不一定非要去讨好她, 去联系她, 更要学会自我提升, 培养自己喜欢并散藏的兴趣爱好, 这样你与那个你喜欢的人, 才有更多的可能性, 异性之间相处, 有的人一见钟情, 有的人日久生情, 两个人无论是以怎样的方式在一起, 都是因为你身上有着与别人不同的点, 所以想让男人对你动心, 不要过于主动, 要学会与他保持距离, 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动摇, 培养自己喜欢并擅长的兴趣爱好, 让他去发现一个这么好的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